Hello,大家好,我是Helen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幅非常写意的街景作品 叫做《雨后的Mirror Mar》 Mirror Mar是我家附近的一条街的名字 我们住在圣地亚哥南加州 这里天气特别的好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这边刚下过雨 云彩特别的好看,大朵大朵的 也特别的柔软的感觉 而且压得很低 所以我很喜欢就照下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打草稿的时候 我先找到了地平线的位置 然后是两侧街道的宽度 然后是找出路两边房子的大小关系和位置 大概的把一些有特色的房子的形状标注出来 然后这边有两棵椰子树 最后画出云彩的形状大小和位置 这个线稿的风格就跟之前我画大橙子那一幅画的时候 完全的大相径庭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幅线稿的话呢 基本上每一个形状 每一个事物 我都是很随意地给它勾勒出来的 并没有一定要像橙子那样 圆形就是圆形 然后叶子的形状 每一片在哪里都是非常仔细地给画出来 这就是圆景跟近景的区别 同样的这一幅画呢 就是一幅非常写意的风景画 所以呢 跟那个橙子的那一幅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还有两辆汽车在路上行驶 离得近的这一辆就比较大一些 比较清晰一些 还有一些细节在上面 我们都会画出来 好了 那现在就开始上色了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很随意地去上色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调色盘上有很多残留的颜色 其实每一次你用的时候加一点水 然后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些颜色 有些颜色呢 由于混合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脏脏的 反而这种比较脏的颜色 实际上在画的时候 在你的纸上会呈现出一种特别自然的效果 那这里呢 我们先从浅绿色 深绿色来画植物的部分 这里你可以看到 在上色的过程当中 我的笔刷也是非常随意地在纸张上去移动的 并没有很刻意地去必须要标志出来 每一片叶子 每一个树枝的形状 而是这种很 应该怎么叫呢 叫做很随意的 很随机的这样的线条来表现我的这幅画的 因为本身这一幅画呢 就是很写意 我本人呢 很喜欢这种风格 主要也是因为可能就是不用太专注于细节吧 可能跟我自己的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在这里我添加了一些比较黑一些的颜色来给这些路边的植物做阴影 比较清晰的是这些植物的树枝树叶的这个外部轮廓 我给它标注出来了 因为呢这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地方 在画风景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远的东西就是轮廓比较模糊 近的东西会有一些细节 这里我添加一些深绿色到椰子树的树叶上面 也是为了让它更有层次感更有细节 好 现在我们用一些蓝色来画天空 现在我使用的蓝色就是天空的这种蓝色 之后呢我会给天空的这个蓝色加深的时候 用的是海洋蓝 用水彩来画天空和云彩呢 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这样一个题材 那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先从天空蓝色入手 先把云彩的地方呢给它留出来 然后云彩呢基本上它的底部呢 是属于是有阴影的 因为上面的才是接受日光的地方 所以一般云彩的高光呢 都是在它的上半部分 而下半部分呢会有一些阴影 那这个阴影呢我一般喜欢用灰色 加一点点天空的蓝色混合而成 然后越底部呢就越黑一些 然后因为云彩它也是不规则的这个表面 所以呢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阴影的地方 表示它的涂凹不平 所以你还需要很多的耐心 然后慢慢的把你的颜料在上面 运染的很均匀 基本上我们要消除的就是 每一种颜色运染的时候 水渍的那个边缘会比较硬 然后你需要加更多的水 来把这个边缘弄得很柔软 很随和一些 另外一个就是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个水彩问题 就是我看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水彩画家 他们的画作都非常的色彩鲜艳 很多你如果只是参考你实际存在的 这个照片上的颜色的话 实际上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就比如说我这一幅参考图片上面 公路的颜色是灰色的 或者是偏黑色或者铁灰色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为了把我的这幅画画的有一些暖色在上面 对比这个蓝色和绿色这种冷色的话呢 所以我使用了粉色和黄色这样的暖色来画公路 写一画呢并不代表说完全没有任何的细节 你为了能够让你的这个观众看出来你画的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一块一块的这个颜色 所以呢你需要一些必要的细节在上面 比如说这两棵椰子树 那它除了必要的叶子的深绿和浅绿以外 它可能树干上面由于它是棕榈树 所以它会有造成一些阴影 那这些阴影如果你标出来的话呢 它就会很生动很立体 让人一目了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且呢比较真实的感觉 现在你看到我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云菜的阴影部分的颜色 让它的边缘更柔和 我的做法就是用笔刷来沾水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颜色的边缘给它淡化 同时呢我用非常非常浅的蓝色 来给云菜上面再加一些非常小的阴影 在上面使它更立体 好那现在对于最近的这辆车的处理呢 我们就需要很多的细节 但是也不用说是像你画一幅汽车的插画那样那么细 因为它毕竟是在整个的一个风景画里边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而且呢这个整幅画的这个视觉的焦点 我认为还是在云菜上面的 这辆车本身的颜色呢是一辆银色的汽车 那它的颜色呢会受周围的景物颜色的这样一个反射造成它的阴影 所以它的阴影呢应该是有绿色的植物造成的 也有这个天空的蓝色和白云的这个白色造成的 所以呢像它这个车上面呢 基本上我们把颜色的部分标注出来 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它本身这个车白色银色它本身的颜色 另外它车底的阴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它离我们是最近的一个景物 所以呢它的阴影部分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最深的部分 也就是完全被它的车 就是在它的车底正下方和它的车轮正下方的这个位置 要用更深的黑色 而这个阴影的比较靠阴影边缘的部分呢 我们要用一些浅一些的灰色来表示 另外为了让这辆车的车顶和右边的车的轮廓线更清晰一些呢 我把它这个后边的背景事物 也就是接到旁边的这个树木造成的阴影 使用这个阴影加强阴影效果来更突出这辆车的轮廓线 好现在我们等车上的颜色干掉的同时呢 可以画一下周围的建筑物 因为这些建筑物的房子也是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 所以呢我们每一种颜色分别给它添加一下 并不用画出很多的细节 因为你这个你这幅画整个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写意的 另外的话呢视觉的焦点也并不是这些房子本身 而是云彩和这个车 这里我继续用比较随机的线条 把近处的树木它的枝叶轮廓表示的更清晰一些 在纸张很边缘的位置呢 也是用颜色来渲染一下就好了 并不用很细节的把每一片叶子都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我添加了更多的不同的绿色 在我的笔刷烧干一些的时候 我喜欢把它侧过来 在纸上这样干着来蹭一下 有一种干笔刷的这种效果 就好像阳光透过了这些树叶照射过来的这个阳光的光束一样 现在再给这条公路加上一些斑马线啊之类的这些细节 感觉这辆车的细节好像还不是很清晰 所以呢用黑色来更多的给它描一下 终于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步 就是给我的画作来加高光的部分 用我白色的墨水笔防水的颜色 来给车辆的顶端 然后呢车灯的反射面加一点点的高光 另外呢椰子树上面的树叶会有一些高光的部分 我也会用这个笔来勾一下 好了那我的这整幅画呢就画完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有什么问题欢迎您给我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